11月4日晚上,一群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选举中心外聚集 其中一些人携带步枪和手枪 此前有位经证实的传言称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选票被故意不予统计 大部分没有戴口罩的抗议者站在菲尼克斯马里科帕县选举厅前 高喊着停止偷窃和计算我的选票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这个关键的战场州 以极微弱的优势领先 一些新闻媒体呼吁亚利桑那州支持拜登 但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这一决定仍在进行中 拜登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将给民主党带来11张选举人票 这对他入主白宫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同时也严重缩小了特朗普寻求连任的道路 2016年,特朗普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获胜 大约有200名抗议者面对着一对武装的限制安关 他们中的一些人高呼福克斯可耻 在选举之夜,福克斯新闻和美联社呼吁亚利桑那州支持拜登 尽管当时只有刚刚超过70%的选票被统计 而这一举动激怒了特朗普和他的助手 周二晚上,在Facebook上有传闻称 一些马里科帕的选票并没有被统计 因为选民用记号笔在选票上做标记 当地选举官员坚称这不是事实 在几个关键州的计票工作仍在进行的情况下 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试图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窃取选举结果 并且在几个州提起了与计票有关的诉讼 都是事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